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仪扮舞 张仪都在床上躺半年了 咋给你扮舞啊 那个 我有点紧张 王仪 不是王仪 是赵仪 是金仪吧 对 金仪 哪个金仪 金大美 你金仪 赵高祖你啥意思呀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合唱吗 你是不是想临时把我给换了 我告诉你赵高祖 你要敢换我 我就跟你拼了 赵高祖 你知道你捡多大宝吗 你知道我唱歌有多好吗 我在我们那群小伙伴里面 我就是卖爸 我组织唱歌都没人敢去 你知道吗 小话都别说了 我去简单导致一下 你在这等我 我一会去无业跟你排列 完了 我探上事了 我探上大事了 这咋整了 不行啊 这要不跟黄小黄唱 黄小黄得跟我拼了 我还不如把金大美先给怼回去 我还不如把金大美先给怼回去 对 把大美躲开 大美 大美 金大美 今夜无眠 今夜无眠 当欢乐穿越石头 记忆当好情无限 来吧 亲爱的朋友 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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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了 来不了 咋的了 活动取消了 没取消 那咋 大美就是不让你上了 是不是 不是 那是 妈呀 你是不是嗓子坏了 我跟你说 刚才你那样嗓子 我都没好意思纠正你 你那方法不对 你知道吗 完了 临时失声 大美 大美 你说太对 我就是失声了 大美 你看你们这样 你看我的嗓子这样了吧 跟你也没法唱了 咱俩就不唱了 好不好 行 赵刚才 你说 你不唱 我也不唱了 够意思不 不行 你得唱 大美 你看 你刚才你那个细胞一唱完了以后啊 大伙都欣赏 对吧 我欣赏了 街坊邻居还没欣赏呢 所以你的眼 你听见没 这样 你来个毒的 你搞个毒唱 毒唱 对 我跟你说啊 大美 毒唱 跟二重唱档次可不一样 行 可以 赵刚子 那我独唱 那你咋整啊 我没事 我嗓子不是不行 我不是失声的吗 万一我晚上突然好了 也没准哪个不开眼的就会找我来 我要拉后腿 我也拉那不开眼的 行 就这么定了 毒唱是吧 可以 走 物业排练去 不是 那个 大美 你来 你现在不能跟你去排练 大灯 我觉得你 你应该再去洗个澡 刚才都洗着了 太洗啊 你 你刚才你洗的不是二重唱吗 你这不是独唱了吗 你档次上来了 你不得洗个毒唱呢 再两个 你懂得我 我以惊人的速度 我洗个澡了 你快去吧 快去 快去 街坊邻居 我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马上叫花一花 赶快走 花一花 快 花一花 赶紧走 刚 刚刚哥 快 拉 拉我一把 卡住了 快 快 快 哎呀 我的天啊 哎呀 哎呀 咋样 咋样 刚子哥 哎呀 我的妈呀 外花啊 你这是去唱歌啊 你还是去结婚的 看出来了 确实是婚纱 为我自己准备的 别咬花一花 你就是唱个歌 你把婚纱穿上了 你这不可惜吗 以后你咋穿呢 哎 这辈子够呛能用上了 真好 活动不是挺大 人挺多吗 我行思展示一把 行行行行 赶快去午夜 赶快走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干啥 我话还没问你呢 我唱歌可是老好听了 你唱歌咋样 你别拖我后腿 我这会儿你怎么就不相信人呢 你平时说话唯唯诺诺诺的 你唱歌能出声吗你 你这话说的我平时什么时候唯唯诺诺呢 我一说话我就张口我就难高音 我跟你说花样花 刚才就 你就有人欣赏了我的歌曲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我一张嘴 咔地一下就能把你震撼了 你还不信这事 你这嗓子是好了 哎呀 失声了 失声了 不是 你嗓子啥时候坏的 没 就是忽好忽坏的 别演了 哎呦 我的妈呀 我还在那美呢 这家伙又找我合唱又独唱 咋的 和小床来了把我踹了 我跟你必须对我有个交代 早我都洗两回了 不是 赵哥哥你傻意思 你到底答应谁呢 你让谁跟你合唱啊 你要是走答应大美姐 你忽悠我的 你大老远回来干嘛 婚啥我都拿出来了 这没意思是坏事了你知道吗 这太过分了 我说谁啦 你干啥 别说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每次我觉得我挺有理的 一到你们这个楼层 我就成没理的了 干啥呀你俩 我找你八圈了 我才找着你 怎么了出事了 出事了 出啥事了 等会让我传过去 我前男友要来了 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 就是上个礼拜不是刚来了吗 不是那个 这回是那个前任前任再前任 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呢 能不能不追查我这具体数字 你坐起来 我跟你说你坐起来 你看啊 我跟他分手都好几年了 一直没有联系 他今天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今天要见面 你琢磨什么事 有啥事 那也可能找你谈点 有啥事 我都知道有啥事 分手这么多年了 心里头一直就根本 一丁点都没放下过我 他肯定是 后悔了 抑郁了 痛苦了 痛不欲生了 知道吗 搞不好 哎呀有可能向我求婚呢 可以吗我都不敢想 那个大美啊大美 你你你不用往下想 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赵刚子你又要同情心行不行 我单身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 我孤单 我寂寞 我冷 这我们都是挺理解你的 我们也想帮助你 但是这事上我们也帮不上忙啊 你能帮上 你能帮上忙 你你帮我追我一回 啊 你你真还不明白吗 一会他来你当他的面狠狠的玩命的追我一回 那不行那不可能 你我追你谁相信呢 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追你 除非我有病 你能不能不老往我伤口上撒盐 假追 不是真追 假的都不行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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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想有没有道理哈 我们俩当初分手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我多没面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要让他知道我金大美一直就没闲着 这个倒是实情 这些年你确实没闲着啊 你看大秦子不一直在追你吗 你能不能不服他 我有个好主意 这样我给大秦子打个电话 我把他叫过来 我命令他在这玩命的追求你 你可拉倒吧 就他往那一站跟个狗熊站起来了似的 彻底没面子了 你让我有面你长得好看 不行不行 颜值高责任就大 是不是啊先方邻居们 嗯你这你这理由倒是挺充沛的 行吗那你同意你帮我你追我 让让你嫂子知道不得了 你怎么这样啊 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 你别天天跟着我跟着我老黏着我 我一点空间都没有 一天送八回花烦不烦啊 怎么故事别跟我 呀大梅你好你你来了 来来来来不见了你还那样 是啊你怎么样我我 我挺好 哎这位是哎你好大美的前男友是吧 啊前男友对对对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谢谢 哎呃您怎么称呼你是我是我啊我傻也不是 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我不就是说你别老黏着我们生气了你看我们俩刚把两句嘴没事 哈哈哈是你别误会我不是你又想说你不是我男朋友是吗 一生气就说气话一生气就说这样的气话多伤心多伤感情啊 那行那就我就不伤害你了往前走了啊 你站住 你今天这条腿要是卖出去那就说明你爱我 哈哈哈 我没卖我没卖你放心打死我都不卖 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不要动动的就生气你这样的话伤感情 这个 谁叫我 二位主持人 咱们台词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业主朋友们 今天晚上社区好邻居颁奖晚会是由 灰山如业独家冠名 灰山如业品质如山 好 行了 这两句台词说准了就行了 行 后边就可以随便说了 那个这样啊 我现在就过去 一会儿咱们七点钟舞台上见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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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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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没有出 导演来电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出意外 哎导演 两个女主持人要去掉一个 不是导演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让人受伤了 导演你对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不是很了解 他俩人要不你就都用 要不你就都不用 你要是只用一个的话 那么受伤的就是我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他俩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在洗澡 一个在化妆 我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提个建议 你实在不行的话 你把我换掉 好不好 怎么办 我跟你们讲啊 以往这种事出现以后 我就得求他 求完他我再求他 最后弄得我是左右为难 完了我里外不是个人 今天我要做一个人 来二位请出来 咋了 怎么了 早还没洗呢 终于没化完呢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 现在有一个事 就是刚才导演组打电话通知了 说是主持人要下来一遍 咋啊 哥 你被开了 你给我拿 刚才我就是跟你说呢 光长得帅没有用 你得有点真本事 现在靠颜值吃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没事 哥 不行 你给我当助理 我现在问局是 你们俩人里边有一个要当助理 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 我就跟你俩实说啊 就是你们两个人里边得有一个人下去 但是这个事我不能做决定 你们俩人来自询决定谁下去谁上去 你装抽啊 你装抽啊 我是一个实惠人 我我哪会装呢 我我教你呀 咋的 右手伸出来伸出来 伸出来 五指变笼 我会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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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哎呀 这就反光了 哎呀我天真抽了 这就抽了吗 大爷 这个事事关重要啊 求求你就帮忙吧 这不糊弄人吗 糊弄人也没有办法 事不就赶到这了吗 你老这大恩大德我永泉难忘啊 待会儿啊 大爷 你就实在是寂寞的话啊 大爷玩会儿啊 我马上到村口去接客户去 不是 大爷 拜托了 不是 哎哎我说我是想 哎哎哎 这啥事你说我还没干呢 把首先干抽了 你这事转给你 哎呀 既然大人人家就得帮帮帮到底呀 我可千万别穿帮啊 右手抽了 特老板在不在呀啊 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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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这儿来干啥呀 爸 啊 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 我都问你干啥来了 我跟我老同学宋小峰来谈合作呀 啊 刚才那小伙子肯定就你老同学吧 他说要迎接一个重要客户 那这个客户就是你呗 爸你先别说我啊 您老跑这干嘛来了 在家不好好歇着 你怎么又偷着出来干活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衣服裤子都不是 你又捐了是不是啊 不是我现在这模样都您老同学给我整的 他跟我说要迎接你这重要客户 要找一位什么绘画大师没来 让我装一个右手抽筋的抽象派绘画大师 是 爸 他给我打电话了 说为了迎接我 特意给我安排了一个抽象派的绘画大师 感情就是我爸呀 对呀 爸 那这不是相当于让他爸忽悠他姑娘吗 百分之百是这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我这老同学啊 爸 其实人挺好 就是有点这个爱虚荣耗面子的小毛病 闺女这我可得提醒你啊 这可不是小毛病啊 你要跟他合作 这毛病不改可不行啊 这么的 爸不走了 一会咱俩配合等他回来之后 咱见机行事 好好地板板他这毛病 我看行 停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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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总 金总 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接到你啊 没关系 我提前来了会儿 我在你生态园参观了一下 哎呀 宋总啊 你这个生态园可挺漂亮啊 再漂亮也没有金总 你漂亮啊 几年不见 依然是停停欲立 立竿见影影响很坏 啊 很坏 坏事变好事啊